我现在是来到了南贡家 我看到他家正在揉茶 我问一下他们家的茶商是在哪 你们家的茶商是哪里的 从哪采回来的这个茶是 这个就是在大瓶掌那里 就是大瓶掌古茶园 古茶园大瓶採回来 也是古树茶了 对对对 就是现在我们这边 就是这几天要滴水嘛 滴心茶水 就是会去找一些 现在发的还特别少 然后有几片就采几片那种 回来滴水 因为这个滴水 对我们逮族来说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道工序 所以在制茶里边是叫什么呀 这个就是揉碾 那这个揉碾是有时间要求 还是要揉碾多少次有这样的要求嘛 它茶叶本来是一片一片的嘛 然后要把它揉得裹在一起了 你看就像这样把它裹在一起了 然后要揉成这样 揉成这样卷到一块 就是要让之前是生长的那个茶叶 要揉了之后就变成调索 变成一条一条了 如果能够变成调索了 证明揉的程度就够了 对 这个揉碾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要就是把那个茶汁给揉出来 就是你泡的时候能够清泡出来 更能清泡出它的那个物质嘛 嗯嗯嗯嗯就揉碾 就是含在茶叶里边的那些 那些营养物质 给它揉出来 对对对